约书亚记 第十三章 约书亚老了 年纪不小 耶和华对他说 你已经老了 年纪不小 还有很多的地有待征服 还剩下来的地 就是非利式人的全境 和基数人的全地 从埃及东面的西河河 向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 这都算是迦南人的地方 有五个非利式人的首领 管辖的加萨人 雅石图人 雅石基伦人 加特人 以格伦人的地方 并且有雅卫人 他们是在南方 以及迦南人全境 和属西顿人的米亚拉 直到雅弗和亚摩利人的境界 还有迦巴勒人的地 和东面的黎巴嫩全境 从黑门山下的巴利加德 直到哈马口 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福马英 所有住在山地的居民 就是所有的西顿人 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 把他们赶出去 你只要照着我吩咐你的 把这地抽签分给以色列人做产业 现在你要把这地 分给九个支派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做产业 马拿西另半个支派 跟刘本人和加德人 已经得了摩西在约旦河东 赐给他们的产业 是照着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赐给他们的 就是从雅嫩古边的雅罗尔 和古中间的城 以及米底巴的整片平原 直到底本 还有在西石本做王的 亚摩利人的王西红所有的城镇 直到雅门人的境界 又有激烈地 激树人和马家人的境界 以及整个黑门山 巴山全地 直到萨迦 另有巴山王鄂的全国 他在亚斯塔路和以德来做王 他是立法因人留下的渔民 这些地方的人 摩西都把他们击杀了 赶走了 以色列人却没有赶走 激树人和马家人 因此 激树人和马家人 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直到今日 只有立位之派 摩西没有把产业给他们 他们的产业 就是献给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的伙计 正如耶和华对他们所说的 摩西按照刘本之派的家族 把产业给了他们 他们的境界 是从雅难谷边的雅罗而起 包括谷中间的城 靠近米底巴的整片平原 西石本和平原上 属西石本所有的城 底本 巴墨巴利 伯巴利免 雅杂 基底墨 米法亚 基列亭 西比马 古中山地上的 西列哈沙侠 伯皮尔 皮斯加山坡 伯耶西墨 平原上所有的城 和亚摩丽人的王西红的全国 这西红 曾经在西石本做王 摩西把他和米殿的首领 以为利金 苏尔 护尔和利巴都急杀了 这些都是西红的王侯 住在那地 在以色列人所杀的人中 比尔的儿子占卜者巴兰 也被他们用刀所杀 刘本人领土的疆界是约旦河 这就是刘本人按着家族得着的产业 所包括的重城 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摩西按着迦德之派的家族 把产业分给迦德之派 他们的境界包括雅谢和基列所有的城 以及亚门人的一半土地 直到拉巴前面的亚罗尔 从西石本直到拉末米斯巴和比多宁 又从马哈念直到底壁的境界 还有在古中的伯亚兰 伯宁拉 舒戈 萨范 就是西石本王西红国中的余地 以约旦河做江界 直到基尼列海的底端 都在约旦河东 这就是迦德人按着家族得着的产业 所包括的城镇 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拿西半个支派 是按着马拿西半个支派的家族 分给他们的 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 包括巴山全地 巴山王厄的全国 并且在巴山的雅尔的所有村落 共六十座城 还有基列的一半 和亚斯塔路 以德来 就是在巴山 厄的王国的两座城 都是按着家族 分给马拿西的儿子 马吉的孙子 就是分给马吉的一半孙子 以上这些地方 是摩西在约旦河东 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 所分配的产业 可是 利未支派摩西 却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 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就是他们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 对他们所说的 所以说 我们有点心 我们有点心 还是 也是 如果有点心 我们有点心 我们有点心 我